3月10日发生埃塞俄比亚航空波音73机MAX机型客机空难后 多国已经陆续禁止该机型的飞行 3月13日下午 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宣布将暂时禁止所有波音73机MAX型号飞机进出或飞越香港 有关禁令将于13日下午6时开始生效 3月10日 埃塞俄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机MAX型客机在飞往肯尼亚途中坠毁 机上157人全部遇难 这次空难是继2018年10月29日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空难事故造成189人遇难后 同型号的波音客机再次发生空难 两次同机型空难相隔不足5个月 事件发生后 中国宣布禁止此机型在国内的商业飞行 随后欧盟及亚太区多国都宣布禁止出使同型号73机MAX型号飞机升降或进出领空 香港民航处表示 在过去数天 民航处一直与美国联邦航空局及相关机构包括两间仍然使用B737MAX型号飞机 并在香港国际机场营运的外地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络 有关临时禁止仅为预防措施 以确保航空安全和保障公众 较早前印度的香料航空和俄罗斯的Global Air Lines仍使用B737MAX型号飞机 在香港国际机场营运往返香港和目的地的航班 民航处已就有关临时禁止的安排联络两间航空公司 两间航空公司均表示全力配合 并以其他机种或机型继续提供服务 以尽量选少对乘客的影响 香港民航处表示 将一如既往把航空安全放在首要位置 有关禁令由3月13日下午6时起生效 直到另行通知 请订阅观看 理讯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